马英九基金会与前行政院长江一化的长峰基金会,18日举办能源政策人民座主记者会,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宣布,前总统马英九和江一化将于3月10日亲自召开2019民间能源会议,为台湾能源发展寻找出路。 将一化指出,2018年公投案的结果显示,民众反对2025废核的急躁政策,希望透过公投案来让政府调整政策,但是政府对民意置之不理。 3月11日市府岛核灾事件8周年,马英九基金会和长峰基金会将在前一天合办2019民间能源会议,由马英九和江一化主持,广邀民间产学专家,一起提出台湾能源配比建议。 也不排除推动第二次公投,重启核四,以及让核一核二、核三场研议。 肖旭曾指出,日本即使发生浮导核灾,也没有放弃核电,只要政府中性看待核能,提出合理的能源配比,对台湾经济发展一定有好处,不应将最专业的能源问题用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处理。 工商 工商